小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秤娃屋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《小个子插车》。 插车是个小个子,但它的年龄可不小。 它已经在仓库工作很多年了。 它的任务是装卸货物,并把它们一箱一箱地马放整齐。 这听上去很简单,实际上…… 好了,它可没时间闲聊,因为今天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仓库的门打开,阳光照进来了。 小卡车和小货车争抢着来到仓库,他们是来拉货的。 不过,只要他们碰到一起,总是有炒不完的价。 小货车得意地说,今天我是第一个到的。 小卡车打断它说,我才是第一个到的。 我第一,我第一。 插车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, 嘿,小卡车,小货车,走呀。 小卡车和小货车可没空打什么招呼,他们还在争执个没完。 插车大声说,好了,孩子们,我们要开始干活了。 小卡车和小货车总算停下来,他们一起挤进仓库,谁也不再理谁。 终于可以开工了,插车长出一口气,他先给小货车装车,小卡车暂时等在旁边。 别以为小卡车甘心等着,没办法,这是他们早就定下的规矩,轮流装车。 今天,小货车第一个装车,明天,小卡车第一个装车。 插车说,这样可以避免争吵。 才平静了一会儿,不知怎么的,小卡车和小货车又争吵起来。 小卡车说,在所有的车辆当中,我们卡车是最棒的,货车跟我们没法比。 小货车一听,立马不同意了。 我们货车才是最棒的,卡车算什么? 卡车最棒,货车最棒,卡车,货车。 插车摇摇头,他想要劝小卡车和小货车不要再吵了。 可是,从头到尾,根本插不上嘴。 小卡车说,我们卡车可以拉很多很多货物, 我们是最棒的。 小货车说,我们货车拉的货物才多,我们才是最棒的。 要想知道谁拉的货物多,比一比不就知道了? 哼,比就比,明天就比,到时候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 说好了,明天,别不敢来哦。 明天,你书定了,等着哭鼻子吧。 第二天一大早,小卡车和小货车就来到仓库。 小卡车昂着头说,很快你就知道谁才是最棒的了。 小货车笑了笑,说,我已经等不及让你知道答案了。 他们一边争先恐后地冲进仓库的大门,一边高声喊着, 快给我们装货,我们要比赛。 咦,插车哪儿去了? 小卡车和小货车,找遍了仓库的每个角落, 还是没有找到插车。 找不到插车,他们只能等着。 一边等,一边又忍不住争吵起来。 卡车是最棒的,货车是最棒的。 小卡车和小货车争制来争制去, 争着争着,他们好像想到了什么。 慢慢的,他们的语气越来越弱, 声音也越来越小, 最后谁都不说话了。 过了好一会儿,他们互相看看, 小卡车有点惭愧地说, 如果没有插车,我们一箱货物也拉不成。 小货车不好意思地点点头,说, 插车每天为我们装些货物, 它比我们干的活多多了,也辛苦多了。 插车从外面来到仓库, 它带来两束漂亮的鲜花,笑呵呵地说, 啊,小卡车,小货车,你们已经来了,走啊。 小卡车说,哇,这花,好香,好美。 小货车说,是刚刚采的吧,花瓣还带着露珠。 插车说,喜欢吗,这花是要送给最棒的孩子。 说着,它把一束花送给小卡车, 另一束花送给小货车。 我们? 你们是最棒的孩子,不用比赛我也知道。 小卡车看看小货车, 小货车看看小卡车, 他们的脸红红的, 他们一起把花送还给插车。 插车着急地问,为什么不要啊? 小卡车和小货车异口同声地说, 这花是要送给最棒的人。 他们敬佩地盯着小个子的插车, 这一次没有争执,没有吵闹。 小朋友们,小个子插车的故事讲完了, 希望你们能喜欢。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, 那样趁完阿姨就可以给宝贝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故事了。 好了,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 小朋友们再见。 再见。